然後這個外毒素就會去癱瘓你的神經系統 你肌肉就會開始抽筋 牙關緊閉 哈囉大家好我是昌哥 歡迎回到昌昌哥平平裡的系列來 我們這次又回來了金師傅第四集 老實說真的蠻引人入色蠻好看的 我自己都會很想要一直把它看下去吧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第四集到底演什麼東西 這個劇情跟上一集的這個燒燙傷是承接的 所以你還沒看過上一集的話 趕快去點第三集看看吧 疫情流行期間 你需要維生素D3讓你保護力UP 但我們沒辦法每天曬太陽又該怎麼辦呢 此時你就需要 那藥師健所活的維生素D3 是採用瑞士大廠原料來源 每一滴有400IU 兩滴就有800IU 每一滴到兩滴就滿足孩童到大人的每日日常所需 而且平均一滴不到0.3元 現在是物超所知 趕快點擊下方的連接 然後輸入我的遮控碼 Bluepic還有九遮優惠 維生素D3補起來 我沒有化妝痕的經驗 所以我沒有化妝痕的經驗 我沒有化妝痕 我沒有化妝痕 好的為什麼燒燙傷要趕快注射 抗生素以及破傷風疫苗呢 那第一個 皮膚是我們人體非常重要的這個屏障 這個防禦的這個組織 今天你皮膚黏膜 這皮膚屏障是完整的 就算一個COVID-19的病人 然後噴一堆新冠病毒在你手上的皮膚 其實你也不會被感染 因為你皮膚是可以把這些病原體 阻隔在外的 但是一旦今天你皮膚開始受損 那麻煩就大了 因為我們皮膚上面 本來就會有一些藏生菌蟲 像什麼金黃色葡萄球菌 鍊球菌之類的 所以當你皮膚什麼擦傷 受傷割傷 醫生可能都會開一些抗生素藥膏給你擦 就是要預防感染 你會擔心這個細菌 可能會趁著傷口跑進去 就造成局部組織的發炎 甚至潰瘍化膿 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這個大家就要特別小心 所以像這種燒燙傷的病人 他全身皮膚大面積的受損 這個細菌就非常容易趁虛而入 造成嚴重的感染 甚至菌血症、敗血症 所以這時候就要趕快給予 強力的抗生素 那至於破傷風的部分 因為破傷風 大家應該多少聽過這個病 破傷風是由破傷風感菌所感染 所導致的一個疾病 那破傷風感菌平常在一些泥土 然後在一些動物的牙齒上面 金屬、生鏽上的這些地方 所以當你有一些外傷 有一些比較高污染性的傷口 或是被動物咬傷 或像這種燒燙傷 我們都要注意 之後會不會有破傷風感菌的感染 那破傷風的感染 它比較特殊 它不會造成局部的很明顯的 什麼發炎、紅腫、熱痛 不會 但是當破傷風感菌感染你 它的潛伏期大概3到21天內 這個破傷風感菌就會分泌 所謂的神經的外毒素 然後這個外毒素 就會去癱瘓你的神經系統 你肌肉就會開始抽筋 那嚴重一點 甚至會像這個圖片 顯示的這個我們叫做腳弓反彈 就整個背拱起來 很像重鞋有沒有 對啊 當這個抽筋 影響到你的呼吸肌 橫隔膜 你這個呼吸肌緊繃 你就沒有爆發呼吸嘛 你就會呼吸衰竭而死亡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對於這種外傷燒燙傷 一些比較高污染性的傷口 我們就會注射破傷風疫苗 不過破傷風疫苗 也不是每次外傷都需要注射 一般來講 注射一劑破傷風疫苗 它的有效大概可以到5年的時間 如果你已經超過5年 沒有打破傷風了 那你還受到一些比較高污染性的傷口 我們就會建議你打破傷風疫苗喔 那給他存氧這個上一集也解釋過 因為其實病人這種燒燙傷 甚至會有這種呼吸道的灼傷 其實是會影響這個呼吸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時候可能會呈現一些血氧濃度 比較不穩定等等 所以就會給到比較高濃度的氧氣 那我這邊先前情提要一下 金師傅就看到這個人坐在毒藏裡面 然後一直使用他的左手 然後右手好像沒有什麼力氣握東西 但這個人看起來不怎麼在意嘛 他就是想要賭嘛 想要贏錢嘛 賭起來 所以金師傅一眼 我就覺得這個人怪怪的 好像左右邊肢體力量不太一樣 不平衡 所以就拿一罐水讓他測試一下 OK 為什麼金師傅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個人 疑似腦中風呢 這也是個相當重要的概念 可以給大家參考 基本上腦中風我們有一個辨識的口訣 叫做FAST 這個FAST就是FAST 各代表一個真相 F代表FACE就是臉 我們可以請患者來笑一下 是不是看笑容是不是不對稱 如果中風的患者可能一邊臉沒有力 就 笑起來就會不對稱 如果是A A的話就是arm 就是他的手臂的力氣 我們可以請一個人 例如說相金師傅這個測試 他就請他拿那個水 他沒有力就掉下去 一般來講我們會請他兩手瓶舉 兩手瓶舉 看一下是不是一隻手沒有力氣 他就會掉下去 這個可以試試看 第三個S Speech 就是請病人講一下話 因為中風的病人有時候 影響到那些發音的肌肉 或是臉部一些 夠音的肌肉 比較美麗 講話就會含糊不清 甚至影響到他一些語言中書 他講話你會變成聽不懂 所以Speech是第三個 T就是我們要在3到4.5小時 這個叫做中風的黃金搶救期內 緊急送禮這樣子 所以Fast 這是一個口訣 那當然對一般人來講 可能你直接講Fast 不是那麼容易聯想啦 所以其實像之前我在我的書 或是蠻多這個神經科 相關的醫師也分享過 另外一個口訣叫做 笑笑殭屍會說話 就一個笑笑 對就是我們可以請病人笑 殭屍就是請病人像殭屍一樣 那個台南那個殭屍展有沒有 對舉起雙手 看一下是不是有單邊無力的狀況 那會說話請病人講一句話 問他一個問題 看是不是有一些 答題答非所問 或是含糊不清的狀況 所以這個口訣就可以很迅速的 幫大家辨別眼前這個人是不是中風 那如果懷疑中風 一定要趕快送醫 因為像剛剛講的這個3到4.5個小時 這個黃金治療期間 如果是所謂的梗塞型的腦中風 或許在黃金時間內 我們還可以使用一些血酸溶解劑 對病人症狀的一些恢復 是蠻有幫助的 OK他可能因為站起來 然後可能一腳沒有力氣 所以馬上就倒下去了這樣子 - 什麼事了 - 快點一一一九電話 - 一一九電話 - 快點 - 再送過來 - 送過來 -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人 他的臉色真的有在演 你會發現他的臉是不太對稱的 他一邊嘴角比較沒有力嗎 對就是我覺得他是有後製過的 就看起來他這個人的左邊臉 這一邊的臉皺紋是比較明顯的 然後右邊他可能透過後製 又把他的這個皺紋稍微修掉 對所以其實在一些中風 或是所謂的顏面神經麻痺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就一邊的臉 正常的那一邊臉是有皺紋的 然後不正常的那一邊 因為就是肌肉完全沒有辦法用力 皺紋就完全消失了 就跟打完肉毒一樣 OK 那這個理事長 他到底是做了什麼樣一個手術呢 這邊只是我的猜測啦 基本上這邊根據他劇情 我們做一些前後的推敲 他應該是動了心臟相關的手術 那大家會看到他的正中線 這邊有一個這個胸骨鋸開的一個傷口 那這通常是心臟的一個大刀 我們就會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傷口 然後他身上背的這些管路 背的這些電線 我自己根據他們前後文的一些劇情 以及他們的對話 我是想說這個理事長應該是因為 心臟已經進入衰竭了 特別是左心衰竭的狀況 他的心臟已經沒有辦法 很有效率的打出血液 所以他大概在兩三年前 他就裝了一個叫做 心事輔助的一個裝置 這個是我的猜想 因為其實在演到這部分劇情的時候 他們並沒有說很清楚的交代 一個心臟衰竭的病人 因為他的左心 他的左心已經沒有辦法 很有效率的打出血液了 所以心臟衰竭的人的症狀會怎麼樣 之前我有跟心臟科醫師 拍過一部心臟衰竭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基本上你就是會喘 會需要端坐才可以呼吸的順 如果躺下來可能就會覺得非常的喘 然後會疲倦 會無力 然後因為你心臟衰竭的關係 常常也會牽涉到其他器官 因為他弓血不良 所以其他器官 什麼你的腎啊 你的肝啊 這些器官的功能 可能都會連帶被拖累 所以總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在講心臟衰竭的那部影片 那心臟衰竭如果到一定程度 已經沒有辦法使用內科治療了 因為其實比較輕度中度的心臟衰竭 我們可能使用一些利尿劑 使用一些強心劑的一些藥物治療 大概還是可以維持的不錯 但是如果已經到一定程度 內科治療效果已經不髒了 可能就要轉介給外科 那轉介給外科之後 其實心事輔助器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針對心臟衰竭的患者 去做的一個手術 去輔助他心臟的功能 那他的一個示意圖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左心已經沒有什麼力氣打出血液了 所以我們就變成這邊裝一個管路 從他左心這邊引流出血液 進到一個Bump裡面 你看這個是左心事輔助器 它是一個Bump 然後這個Bump 它就是有一個動能 它等於是有點幫助輔助心臟的動能 然後把血液轉一圈 然後送進他的主動脈弓 然後再供應全身其他地方的血液循環 所以這就是一個心事輔助器的一個概念 然後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手術 這個手術其實相對來講困難度蠻高的 而且可能都要 即使健保有部分給付 可能還是要自費個幾百萬不等 這是看每個人的條件 那有些人就會有疑問說 蛤?那這個心事輔助器這樣一裝 啊我人生就這樣背著電線跑來跑去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生活品質了 對你講的也沒有錯 但是心事輔助器也不是一個 就是我們做到這邊我們就結束 喔你的心臟就復原了 其實不是 心事輔助器它只是一個過度性的治療 最終我們還是要靠心臟移植 對因為基本上你會做到心事輔助器 就代表你心臟已經衰弱到一個程度 已經是不可逆的一個衰竭了 然後靠內科治療效果也不髒 最終還是會需要一個 腦死的人的心臟來做心臟移植 你才可以撤掉這個心事輔助器 所以一般來講 裝這個心事輔助器都只是過度 可能過度可能一到三年 然後看這一段時間內 有沒有機會等到心臟移植的患者 我們才可以把整個心臟換掉 然後接受心臟移植的手術 這個人才有可能重生 所以理事長他在兩三年前做的手術 應該是這個心事輔助器的類似的手術 就是類似人工心臟 幫助他心臟打出血液的這種手術這樣 我覺得這個回答也蠻妙的啦 就是像開心 就是要開心 讓這種外科手術這種都很困難啦 所以可能開完 然後獲得幾年不等的一個生存期限 而且人還可以這樣子算是 可以生活 生活可以治理 然後沒有影響到生命還是什麼 大概手術都算蠻成功的啦 其實不一定是真的是那個可能心事輔助器 他的電池慢慢煤電了 因為煤電當然是要列入考慮 因為其實這些電線都是外部電池在供應 所以煤電的時候現在機器都做得很智慧啦 如果煤電到一個程度 他當然會在還沒有影響到機器功能的狀況下就趕快發出提醒 可能請這個廠商趕快更換電池之類的 但是其實看這個對話 我會覺得說其實跟機器大概沒有太大的關係 是李市長的心臟越來越不行了 因為他雖然說靠著心事輔助器 但是他的心臟還是一個衰竭的心臟 所以當他衰竭的心臟越來越不行的時候 即使有依靠心事輔助器 他整體還是會心臟衰竭的症狀 還是會越來越明顯 可能疲倦啊 喘不過氣啊 尿燒啊這些症狀都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其實代表這個李市長 可能要趕快接受心臟移植的評估了 不然可能撐不久了 對然後心臟移植的這種心臟 這種活體的器官移植真的是不好等啦 對因為其實譬如說比較好等的像什麼 例如說假設我們講 眼角膜移植 對因為眼角膜移植 他並不用說一定要在腦死的病人身上才能取下 其實任何一個如果過世的人 如果他願意捐出自己的眼角膜 那個眼角膜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眼角膜移植算是相對容易取得的一個組織 那再來腎臟的話 腎臟因為每個人都有兩顆腎臟嘛 所以大家也會看到那種日劇啊醫療劇啊或是真實上演的故事 例如說我想要捐一顆腎臟去救我的一些兄弟姐妹 去救我的一些很親的人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 對因為人體兩顆腎臟你捐一顆出去 其實你一顆腎臟 姑且還能用你可能之後的一些人生啊 一些就是飲食上要比較注意一下 不過一顆腎臟對於人體來講 一生來講基本上還是算夠用的 所以像什麼眼角膜腎臟這些 像對我來講都是比較容易取得的一個器官 像心臟這種器官不可能有一個活人捐心臟給你嘛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所謂的腦死的人 而且腦死的人可能就是真的是出車禍 還怎麼樣去傷到腦幹造成腦死 要有這種意外事件發生 再加上可能當事人或他的家屬 願意捐出他的這些活體器官 那才有可能而且又要匹配 所以像這一類的所謂的心臟移植啊 肺臟移植啊這一類的器官的移植 老實說都是非常難等的 金師傅不會是天才啊 他是三個專科的神人 所以什麼都會 對他還會這個我們叫做hip 就是這個髖關節的一個脫臼的復衛術 感覺很痛 已經復衛了 在這兒 OK那剛剛金師傅所做的一個手法 就類似這個Alice Maneuver 他就是針對這個髖關節的脫臼 所做的一個徒手復衛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把這個骨盆的地方往下固定 所以剛剛那個片段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用這個單架的那個金屬支架 去幫助這個人骨盆這樣做固定 然後把骨盆的這個地方做固定之後呢 我們就把脫臼那邊的這個算是大腿跟小腿 就是基本上往上拉抬 然後往上拉抬之後可以去配合一些 內旋跟外旋 讓他的這個所謂的脫臼的地方復衛 對他復衛成功之後 其實你去轉那個髖關節 他就會像金師傅做的那個動作一樣 他其實就可以變成順暢的轉動 這樣其實就是復衛成功了 好啦反正其實這些劇情都在講說 金師傅真的很厲害 什麼都會 骨科會 外科會 急診會 什麼都會 非常棒 登 好啦那麼這集九七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持續訂閱 之後會做更多精彩有趣的醫療影視階級 那你可以去追蹤我的 蒼狼哥的醫學通事這個Podcast 裡面有更多豐富有趣的醫學知識 拜託大家追蹤起來 那你可以支持鑰匙 建成我寶劍時評 輸出折碼 Bluepic的酒車優惠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